大家好,我是在灣區中文網台,我是你們的主持人,沈哲漢律師 這個環節就是美國法律的,跟大家講一單最新的消息是關於美國聯邦最高法庭 可以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嗎? 講這個消息之前,跟大家呼籲一下,如果大家喜歡看外在灣區 喜歡看一些關於法律的資訊,又或者其他娛樂的節目 麻煩你幫忙分享這些短片給你的朋友看看 接下來,接下來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三宗很重要的案件 就是聯邦最高法庭已經接受了去受理去聽 在相片中看到這個人是一位教練 她是專門教別人怎樣去做空中跳傘的,這個Skydiving 就在紐約 早前她跟她的公司公開了,就說她是一個同性戀者 當她公開了這個資料給她的公司之後 她就馬上被解僱了 Next slide 下一個女人就是在Georgia,喬治亞州 一間公立醫院裡擔當一個員工 她是專門幫小朋友申請政府福利 她也是跟這間醫院公開了她是一個女同性戀者 然後醫院就將她解僱了 Next slide OK,現在相片中看到這個 就是一位跨性別人士 她就在Michigan,密歇根州 在一間殯儀館裡工作 當她跟她這間殯儀館說 她決定了做一個跨性別人士 原本是一個男人 她要求她的公司給她穿女人的衣服去上班 那馬上這個殯儀館就將她解僱了 好,Next slide 這三位人士 她們都是對於她們的解僱 覺得非常不公平 就告上法庭 三單案件在地方法院都已經審了 有些就贏,有些就輸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在美國這個民權法案 就是1964年生效這個民權法案 並沒有很清楚地寫明 究竟同性戀者和跨性別的人士 會不會在工場上受到保障 所以美國聯邦最高法庭 就會就這個議題 在明年2020年的年初 就會作出一個很重要的裁判 這三宗案件對於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 會帶來很重要的影響 另外一宗很重要的案件就是2015年 2015年當時美國聯邦最高法庭裁判了 在全美國五十個州份 同性戀者都可以合法地結婚成為夫婦 又或者夫婦又或者婦婦 這是2015年Abergesfeld v. Hodges的決定 我們法律界人士當然很期待 我們看看究竟這個法庭會不會繼續把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 他們的權力更加去擴大 還是會縮減 縮小 所以我們都很期待看看結果究竟是怎樣 在現今 我們美國有24個州份 就有某程度的法律保障 就是保障這些同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 就不會被公司解僱的 受到歧視 但是有26個州份 超過一半 都是沒有這些保障的 暫時來說 估計有410萬個員工 就會受到裁判的影響 即是馬上這宗案件一審之後 就會馬上影響起碼有幾百萬個員工 在美國 他們的身份 他們的同性戀身份 又或者跨性別的身份 會不會帶來一些歧視 這三宗案件我們就很期待去找到 我們或者說法律之前 就給大家一點歷史的背景 Can I have the next slide? The Kennedy OK 在1960年代 在美國 其實是一個相當動盪的時間 因為當時 有很多非裔的人士 就相當不滿 他們受到歧視 在公共的場所 在工作上高 在學校 這些公共的地方 都是被人很強烈地受到歧視 尤其是一些南方的州份 比如阿拉伯馬 佐治亞這些州份 那種種族隔離是相當之嚴重的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非裔人士 包括一些學生 他們都走出來街上去抗議 去作出一些 civil disobedience 不聽警察說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衝突 就著這個現象 當時的總統 JFK 約翰金賴迪 就走出來 就大力地支持民權的進展 就大力地支持 去通過一個很重要的法案 確保這些少數族裔的人權和自由 或者我們聽一聽 他當時是怎樣說 好嗎 OK 我們的戒指導 我們必須自由 全世界 這一起的自由 而且不ved 我們願意我們 水平宙 在家 擲屍 而且更多 我們也許 這個地域 我們沒有人 我們沒有其中的 下部 其中有的 沒有人 沒有人 現在的時間是為這個國家補充自己的祝福 大家可以在這個片段看得出 當時的甘賴迪總統跟國民說 林肯總統已經在一百年前 將這些黑奴解放了 他們應該是受到自由 受到人權的保障 但是到了一百年之後 到了美國 黑人仍然受到很嚴重的歧視 被對待好像一個二等公民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的意思就是我們作為美國人 還可不可以很驕傲地跟全世界的人說 在我們美國這個本土裏 我們是對我們的人民是公平 我們還可以聲稱自己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所以他就在這個演講 就是1963年的6月份 就大力去推動這個民權 的法案 但是很可惜地 在1963年的11月份 大概五個月之後 甘賴迪總統就被人暗殺死了 幸好之後他的繼承者 President Johnson Lyndon Johnson 一直繼續去推動 他原本 甘賴迪開始的那個計劃 正式成功地在1964年 下一年 在國會那裡通過了 民權法案 現在就是我們認識的 1964年的 Civil Rights Act 民權法案 可以拿到下一步嗎 這就是 子格 民權法案本身就是保障五類型的人 就是防止 美國的全部州份 歧視這五個 的因素歧視 完全禁了 首先很重要的是種族,不能歧視人的種族 第二就是皮膚色,不能因為一個人的皮膚顏色去歧視他 你的顏色是深色或淺色,不能歧視 第三就是不能歧視民族的血統 例如你喜歡帶飯回去公司吃,或者你喜歡帶咖喱 或者你喜歡帶一些民族的壽司回去公司吃 你的老闆是不能歧視你的 又或者你有一些語言,你在美國講其他語言 又或者穿著,你喜歡帶黑色的頭巾 各方面這些關於文化或者民族的東西 都是受到保障的 而且當然就是宗教,religion的保障 還有最後現在三宗案件的重點就是sex 當時一九六幾年的時候,當他們通過這個法案 他們想要求保障女性的權利 兩性平等 但是這個法案並沒有寫到保障同性戀者 又或者跨性別人士 所以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很多人都爭論 如果你是保障性別的話 當然就包括同性戀 性取向 也包括性認同 雖然你生出來是一個男生 你有男性性器官 但是我認同自己是一個女人 這個就是一個sexual identity 是不是包含在sex裡面呢 這個問題就是 基本上就將我們現在美國分化了 所以聯邦法庭就需要 就這件事去作出一個法律的解釋 我們當然是不可以猜測這九個法官 他們會怎樣去判這三宗案件 但是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理性一點的分析 我們看到在相片裡最左手邊的就是 Justice Anthony Kennedy 在我的網台之前已經說過 他在去年2018年就正式宣佈退休 他的接班人就是隔離 Justice Kavanaugh 就是特朗普委任的 也都曾經涉及到一些性醜聞 指控 但是最後也都成功地被委任 成為一個最高法庭的法官 就舉替了這個Justice Kennedy 為什麼這個舉動是這麼重要呢 因為在2015年那單案件 就是判同性戀婚姻的案件 這個Justice Kennedy 就是手上拿著搖擺票的 當時有四個法官是支持同性戀婚姻 四個法官是反對 變成這個Justice Kennedy 就是作出一個決定性的決定 就是通過了這個同性戀婚姻 所以現在搖擺票很有可能 就是拿著在Kavanaugh的手中 現在變成他的影響力就是最大的 我們可以參考究竟這兩個法官 他們是保守派 進取派 還是怎樣 很有趣地 其實Justice Kennedy 也是由一個共和黨總統委任 當時是列根總統 委任Kennedy做為一個大法官 我想列根總統自己本身也不會想像得到 這個法官最後竟然會把同性戀婚姻合法化 因為當這些法官委任去做聯邦法官之後 就不可以炒魷魚 他們是可以做過世 除非他決定自己退休 自己退下來 其他人可以接替 其他人可以做到死為止 所以這些法官有很多時候 雖然是被一個民主黨的總統去提名 又或者共和黨的總統提名 但他們的決定並不一定 要按照那個總統的政治方向去決定案件 所以這些才是我們所謂的 將政府的權力分開 Check and balance 所以我們當然很期待 看看這三宗案件究竟是怎樣去判 究竟這些法官是會將同性戀者和跨性別的人士的權利更加去擴大 還是會由現在開始 Put the brakes on 即是開始搭這個殺制 OK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Thank you very much